菲律宾宿物的慈恩寺 日前是办理了亲子活动 家长以及孩子们欢喜同乐 而苗格旅的圆通寺 则是举办第三届三好校园 种子老师培训 要迎接68所新学校 申请成为三好校园 展现出人间佛教的 弘扬成果 送什么样的花园品 花呀花呀花 小朋友超Q首语演出 欢喜迎接假期即将到来 风光山宿物慈恩寺 相考亲子活动 邀请家长来到寺院与孩子同乐 小菩萨换上各式服饰闯关游戏 并在法师带领下 现登祈愿 期许未来成为优秀三好儿童 传递三好从教育扎根 菲律宾苗格旅圆通寺 举办第三届三好校园 种子老师培训 迎接68所学校 申请成为三好校园 老师们坐在台下 积极学习紧紧修持 肯定信任大师 人间佛教的教育理念 要把做好事 说好话存好心 扎根学子心中 老师们分享自己的教学方式 透过分享交流 共同提升改善 把三好向下传递 从校园到家庭 进而充满社会 新闻市菲律宾 综合报导